好 咱们说正事 婆婆 你去进屋里给我拿几双鞋过来 我知道了 人物那种是吧 好了 背好了 搁着 对 这都是武器 欢迎大家来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古藏县 莫荣镇 莫荣镇 温草村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村落 今年我们和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一起搞的这个国情调研 和田野调查的这一个项目 我们调研小组其实分成两路 专家学者这一路 其实跟大家是同时出发的 他们在附近是走访 然后我们也是体验和走访 到时候可能会碰上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大家可以尽量去了解这个村子的情况 然后对这个田野调查 国情调研提出一些实际性的建议 对 而且我最后提议 我们做一个就是调查报告 所以因为有着这个调查的课题 所以我们从有限的节目经费里 他收到经费了 懒生着 来 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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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着说 没事 说 接着说 没事 你傻瓜 去年我们做了一季的农夫产品 我们回头都给它给卖了 卖了之后还有两百多块钱 反正今年我们也不留下 全给你们了 上次是一季一百 都不知道怎么卖 今天也没啥规则 你看屋里腊肉也有 这坛子里多辣椒啥的都有 我多辣椒 但是用完你得给我还回去 填回去 一点都不能少 不过少了呢 今天咱就不能走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黄老师别咱们很天真地被他们骗了 什么东西 口水一口就出来了 全是多椒 太棒了 其实就吃辣椒拌米饭就行 对 萝卜 太棒了 多吃鱼吧 这个也可以下饭 这个炒香干绝了 炒鸡也好吃 旁边就是我们的菜地 下面这块是辣椒地 稻花鱼是要在水稻田里养的 对 这水稻田还没离呢 上面萝卜地 反正所有的原料都在 就看大家怎么还回去 这季拙就是晚上睡觉时 大家做好准备 这一天气会比较足 嘣嘣的 因为都是萝卜 我知道了 每天核花鱼烧酸萝卜 我们在一起 就是向往的 了 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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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